直接拿包入住的三房两厅两个食修间的单位 而且不用上山 这房子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业主花了十几晚去装修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场面 其实它是油了一个紫色 比较粉的颜色 这个是属于淡紫色 这个颜色的感觉比较温轻一点 广港湾的特色就是大露台 看这个景的1、2、3、4、5 6米多的长度 它是做到一个三段式 那时是分离的 洗澡房有1.5平方 这里是有一个门窗 也是比较扯封 它也是油了油漆 这个房间油了是叫灰色 这几年比较流行的颜色 这个房间之前是半阵送的阳台房 这个阳台都是它自己封的 这个是否叫做收音机 还是可以听音乐的 还有这个是可以插口 做一个洗手机的充电 这里有两个喇叭 真的看得出这个颜柱 非常享受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家Helen 今天来到十里银铛 维港湾五期的小区大门口 今天要和大家拍摄一个单位 直接拿包入住的 三房两厅两个社群间的单位 而且不用上山 这套房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业主花了十多万去装修 那我们必行边港 我们这条路就是小区的正大门口 然后我们在正门的这个位置 可以坐京橋巴士去深圳那边 每天是有三十多班车次的 所以我们去到深圳那边 是七十分钟 二十二分钟在微信里买飞 就非常之简单了 全程的这个高速的 这个小区是总共有三十三座 这里是有 里面的配套都是比较美一点的 而且是十里银铛来说 最新的这一期了 所以它的舒适度都是非常之好的 颜外立面 小区的一个环境都做得不错的 而且这里的一个安保情况 都是比较严谨一点的 好了那我们左手边 是有一个生活超市的 可以看得到这里 可以买回我们的一个日用品 生果啊 青菜啊 日用品啊 水啊那些 这里全部都可以看得到的 那让大家看一看 看一下贵不贵 对了 两元三元五元都有 那然后这个超市呢 大约是有 两百多平方左右 生活用品就完全足够的 那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是有一个快递柜 那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快递 传到这个位置 然后下来下来都ok的 那这里的话 买淘宝啊 买京东啊 买什么东西都非常之方便的了 那这里呢 都是有个列上去的 那然后的话呢 那我们平时都可以坐这个列上去那边 又或者走进去都ok的 那我们除了这个生活超市之外呢 旁边呢 都是有一个叫做茶餐厅的 那喜欢吃茶餐厅的朋友 这里就非常之适合了 那我们走出来看看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维港湾呢 这里呢 是车道的 我们出来呢 无论是出来啦 无论是人行道 或者车的话 都是要经过这个大门口 那我们可以看到右手边呢 都是有药铺的 和一些装修 和这个烤鱼 和买些窗帘都是好的 那然后 这些高尔夫球车 就比较大价一点 我们都可以平时call这些高尔夫球车的 那这边的话呢 前排是一线看海景的 就比较贵一些 有一百万左右 八十几万 九十几万的都有 但是呢 就是个吉屋来的 那我们今天看的那间楼呢 就是要走路上去 大约是五分钟啦 不需要买电 不需要买个高尔夫球车都ok的 大家一五望下这个路法 其实是不是很舒服呢 那这里的物业费呢 是两元六一个平方的 停车位呢 是三百元一个月的 是那些私家车 而那里高尔夫球车呢 是不用停车费的 直接可以停到地下室 就是我们的 护一楼的地下室啦 就不用钱的 就是直接给那个 充电那个电费就ok的 很便宜的充一次 这样接着就可以走五十公里左右啦 那ok 那我们就事不宜迟 我们上去看看 那一层单位 你喜不喜欢 送过你一世 透露明 也送过你一串 蜕蜕蜕蜕蜕蜕 我送过你一片 那天空 或者 未来难做到更完美 不同张超纤 莫斯的及了多重复的地 仍然生不起 我的多重复 请我用到十公里 即恢备 我送过你一片 喜不喜欢 但是你不喜欢 我和你一片 才会出唸我一片 你不喜欢 你直言 信你不喜欢 我才会出唸我一片 我送过你一次旅程 也送过你一个世界 我送过你一次旅程 我们上来到这个单位的楼层 这里是总共两部电梯绿火 我们往这边来看 那边三房 然后这边三房 01,02,06房号 这里有一个消防门 平时可以打开门 不打开门 基本上很少打开门 然后我们看的单位是101个职 三房两厅两个洗手间 这房间所见即所得 所有东西都包在一起 首先看看这房间的入户带门 这是楼楼标准的智能密码锁 有密码、指纹、笔卡、锁匙 四合一的智能密码锁 所以我们回家都非常方便 我们走进来的话 左手边是厨房 厨房做到一个名窗设计 这个业主煮饭 其实这个业主煮饭不太多 我们去看看这里的厨房 完全是新的 没有用过这个抽热烟机 还有这个炉腿 还有这里没有装消毒柜 后期我们可以买个抽热柜 或者买个洗碗机都可以 上下柜和这些柜柜 都是之前的一个交流标准 包括这个洗手台和这个桌面 都是比较干净 不过太久没有住 有点灰尘 可以看看这个天气 已经布装好的 后期我们可以自己更改我们自己的名字 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热水器 这个热水器是用的一个美滴的牌子 包括这个冰箱也是美滴的牌子 都是比较新的 其实它已经搞好卫生 全部都清除自己的私人物品 我们再走出来看看 这个旁边它是放了一个 给上网买的鞋柜 就是比较简单的款式 还有是比较接待现代风的鞋柜 这种就是比较省空间 也可以放十几二十对鞋 其实如果我们有这个需求的话 也可以做很长的鞋柜 然后上面做边柜也可以 还有这个位置 它就放了这些桌椅 这座桌椅它平时是放出去的 现在不回来住 所以就放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去看看 这个格局是属于树厅设计的 餐厅客厅出药桌 这个餐厅它是属于一个摺碟的 这个餐厅 即是二合一的这个餐厅 人不多的时候我们就 社装桌 人多的时候我们这里是可以抽出来的 这里是可以打开变回一张圆桌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适用了这个桌 大家去看看这个场面 其实它是油了一个紫色 比较粉的一个颜色 这个是属于淡紫色 这个颜色的感觉就比较温馨一点 还有上面这个灯它也是换了的 这些淘宝买都很方便 都要几百元一盏的 还有这个是同等方式的这个灯 然后我们去看看这个客厅的开间 这间大约是三米七的开间幅度 其实这个开间来说是足够的 这个梳化的话 三九两米七的这个幅度 因为这里大约是八十至九十的这个幅度 即是两米七左右的这个幅度 这个梳化也很顺利 保持得很好 我们可以看看这里怎么弄一下 这个应该是一个折洁的一个功能 这个可以教一教抬头的舒适度 三个都可以调的 然后的话这个梳化就是属于 布艺又不算布艺 有少少布艺 有少少科技皮的感觉 不过摸上去都是很舒服的 这里就是一个摊着睡觉 或者看电视看贵了 边坐这个梳化边看这个电视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茶几 这个茶几是比较流行的款式 我记得应该是可以打开的 应该是推开的 因为下面可以这样推开的 下面可以放些东西 下面可以放些东西 有储物空间的 这里下面有一个格子 可以处置我们的不用说明书 放在这里都可以的 或者我们这个位置可以放些水果 然后这个位置可以喝茶都可以的 这个电视柜的话 其实跟这个茶几是搭配的了 这个电视我现在都不同 跟我的香港朋友的尺寸是小小区别不同的 这个尺寸我们是叫做75寸的 这个尺寸的 这个牌子是红米 小米听得多 红米的话都比较少听 不过都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牌子 很多人的手机都是用这个品牌的 这里看起来的电视也很新正 那我们再走出来看看 其实这个客厅就不用收拾了 真真正正的 叫做拿包入住 这个窗帘也是 质素都不错 今天天气有点凉 还有带着沙窗也很正 那我们再走出来的洋台看看 这个洋台是比较长的 维港湾的特色就是大露台 看看这个景的 1,2,3,4,5 6米多的长度 那我们可以看看外面的一个景 这个景 这个朝向是偏东比较多的 那给大家看看 这里的朝向是属于什么朝向 这个是东南朝向 早上是有太阳 直接照四日来的 那现在我们的时间是 不到两点钟了 那太阳就是直接晒到这个位置 其实这个太阳的晒到的话 其实都可以接受的 那我们看一看 我们刚才是由那个位置上来的 这个位置又可以 这里又可以 这个旁边一个蓝色的 一个游泳池就是长沙环的 这个游泳池来的 不过我们旁边 这个位置就是营销中心 那我们从哪里走上来呢 大家可以看到 那里是一个商铺 这个位置一排都是一个商铺 有茶餐厅啊 还有生活 超市啊 还有食屎啊 吃海鲜的 这里全部都在 那然后 这里就是小区的一个正大门口 那然后走走走走 走往左边走 走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就走上这个位置 走到我们这一座来的话 大约都是十分钟的时间 可以走到这里 那我们可以买回公义虎球车 又或者呢 喜欢散步的朋友 走路上来就不会很远了 有些距离感 这里呢 其实看的绿化就非常之多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这里是属于双层园林景观 有少少泰国风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 我们左手边 东面是看整个小区的绿化 右手边这边呢 看出去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海景 虽然说有少少遮挡 但是呢 这个视野来说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因为这里的 再看一下 这里的内拢情况 里面呢 是有三间房 两个洗手间的 那我们先看看我们的第一个洗手间 这里的洗手间呢 它是做到一个三段式 干湿分 洗澡房 但又是有1.5个平方 这里呢 是有一个迷窗的 也是比较扯封 那然后呢 整个洗手间都保持得不错的 那这个烫门呢 就比较肥小小的朋友 我们都可以轻易地走出来 还有这个座椅是比较大一点的 还有这些浪衣 浪毛巾这些呢 全部都弄好了 而且这里的一个洗手台比较大一点 还有这个镜面柜 这个风筒都帮你弄好 就不用理我买风筒了 那整个洗手间是比较阔的 那我们看看我们的第一间房 这里的维港湾的话呢 它的开关面板呢 全部是用触摸屏的 就非常的漂亮 那这个房间呢 它也是油了油漆的 这个房间油了是叫灰色 这几年比较轻的这个颜色 那这个房间 它之前是一个半阵送的一个阳台房 那这个阳台呢 都是它自己封的 这个七字形的这个阳台 那这里它就是可能之前 家人比较多 那这里是摆住了一个一米五个床 这个是皮床来的 做得也是不错的 还有带来做一个梳妆桌 那这个房间它还没有摆这个衣柜 那我们看一看 那之前它是有做这个酒店托管 那然后的话 如果我们自己要的话 就要将这个皮床拿走 我们再看看第二间房 第二间房就直接 这个第二间房就是一个亮点 就是直接这个出阳台 就很舒服了 那这里的话 就不可以不经过客厅的 那我们平时如果比较早起床 就可以在阳台这里跳一下 现在连下午都可以的 那这个房间也是摆住了一米五个床 然后有一个空调的 这个空调是1.5匹的 然后这个窗帘都可以的 这个窗帘的质素也是可以的 而且保持得很干净 这个场面它也是带了一点点灰色的 如果在睡觉的话 这个颜色就比较好一点 不会睡不着的颜色 那这里是带了一个衣柜 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衣柜 那如果我们不是常常说 住的情况之下 这个衣柜其实这个房间也够住 再看看我们的主人房 首先可以看得到 这个主人房也有多个摄手间 可以做到干湿分离 那个位置就是有一个名窗 摄手台 还有这个座廁 就做到干湿分离 然后这里的门背后呢 有一个衣柜 这个衣柜其实也做得不错的 不好意思有私人物品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平时的衣柜 全部摆在这里 上面的话可以摆在我们的皮铺 然后走过来 哇这个床 好正啊 这个床 这个床是一米八的 而且这里是有两点的 这个是叫什么 这个是有一个收音机 这个是不是叫收音机呢 还是有得听音乐的 还有这个是可以插口 做那个洗手机的充电 这里就有两个喇叭 哇 真的看得出这个要住 非常享受 然后这个是皮床 这个皮床来说很舒服 不是那些木感 背壳那种 然后这里有一个垃圾 可以直接摆个空调的一个遥控 两边床头柜 这个房间他没有做这个衣柜 如果做衣柜的话 可能就要拿走一个床头柜 或者就比较紧一点 这个房间 因为你看看这张床 都差不多两米闻的窟 其实这个设计来说 是比较舒适度高的 整个房间 我们可以看看 这里的一个灯 是换了的 还有这个背景墙 都是做了杯式的 然后这个空调也是有小的 我们看看这个主人库的景 也很漂亮 跟客厅的景是差不多 虽然说 我们看得到这么多楼 但是我们的楼间距 可以看得到 其实也很阔落 是的 今天的天气又不错 有点凉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 蓝天白云 最重要的是 这套房来说 真的比较顺一点 跟大家说一下 这套房的一个基本情况 来 这套房是雄伴在首的 然后这套房是101个职 属于东南方向的业主 都是花了十几万去装修的 其实这套房是没怎么住的 这套房的价钱就是 795,000 契税就是交房价的1.5% 即是9500左右 然后佣金就是23,000左右 加加买买的话 828,000就可以拥有这套房了 看完这套房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 对这层楼是否喜欢 我们除了这套房之外 还有很多维港湾的单位 不过装修就没那么漂亮 而且看前排价钱贵一点 这里就刚好 又不用上山 直接走路回来都可以 大家喜欢这套房 记得找我Helen 上边也有Whatshap 和微信的二维码 可以直接拿手机 数一数都可以添加我 或者下面有一个链接 可以通过这个链接 在Whatshap直接连接我都可以 大家对周边的交通 如果大家对这个单位感兴趣的话 不妨打电话给我 约个时间上来看楼 我们这里每天都会在深圳 连堂来湖福田口岸 专车接送你们过来看楼 OK 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覆 terug 你 没有终点 未明落去 假 虽拥有但空药 仍最好虚怕回望 情还是冷人 还是东海怕龟 pasar 再看着场上 令我想象你一切的空想 无聊的翻起 掀起 私益里游动 又再想象你 想自深信 明白拥情 抚情 绝情是这样 想得到你满希望 逃避一切都不忍净 埋头部向往 望夜里 让我消失 再继续流浪 情还是男人 还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